我们接下来把那个刚刚那个多出来的日期部分删除 那我的写法是一 一样先开启Video Basic 二的话呢我就是 建一个Sub名称叫删除日期列 那删除日期列的话习惯上会从后面往上删 所以后面的部分的话 把它往上一点 可以写在这里 一般习惯是什么 4回圈 从向下追踪 所以向下追踪刚刚有写过了 向下追踪到的那个列 For i 这边先写 For i 等于 向下追踪到的列 所以向下追踪列的话 应该理论上是Ctrl向下 或是70062 他会把7062到哪一列呢 3的话记得不能1 1的话就是最上面那个 那个要保留 所以到2 后面反向嘛 由大到小记得后面要加一个Step -1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没加的话 他不会帮你继续跑 记得一定要越来越少 Step-1 OK 然后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判断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假设说我 那个里面的储存格 假设我这样 这个里面的资料 Ctrl F 如果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 那个 所以那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的话 用Cels 第几列 第i列 的A栏 里面的这个储存格 假如等于 等于日期这两个字的话 然后 然后 所以打个Zen 一样 Enter两下 打个L Enter两下 打个Endif 那我做什么呢 其实L不用吧 把它删掉就好了 所以这个不用L 就Endif就好了 OK 然后把那一个列 那一列的 物件 叫Rose Rose的话就是 列物件 那一列的话 哪一列 那就一样 第i列 因为它找到的是哪个储存格 跟它同一列的储存格 后面加一个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 ETE OKDelete 记得 重新加个点 那一列帮我删掉 OK 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74476 这个 当然你现在如果把它 我按F8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找 它一直找 一直找 但这个 这个是不是不是跳过 不是跳过 所以一直跳 我这边是个中断点 当它执行到这里 哪一列 62505 我看一下 62505 那一列应该是日期 62505 那如果62505 62505 要把它删掉的话 是不是日期呢 在这里 对 没错 62505 对是日期 如果是日期的话呢 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 那它往上 所以按F8 删除 就删掉 那一样 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 54568 往上应该是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把它全部删掉 这样的话就瞬间 全部就删光光了 理论上就只会剩下什么 剩下这一个而已 因为我只有删到 2就不要再删了 OK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说 上面的这个 零售市场 O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怎么样 再把 这个删除日期列 把它 直接 当它全部做完之后 这边再加一个Core Core什么呢 Core控一格 把这个Core后面再加上 删除日期 有没有 当它全部做完 再删除日期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也就是说呢 你就 下载完自动就不会有重复的日期列 所以 再Run一下 所以 这个全部做完的 结果 那当然一样 就会把资料一个一个的 逐一的 传一个网址给他 传一个下载到哪一列给他 一个一个给他 然后最后会 有多余的这个日期列 那我就再把它全部 一次性的全部删光光 那得到的结果 就会像这样 理论上应该是 没有其他的列 如果你现在寻找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找不到 重复的 C-C-F 寻找下一个 没有 他找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重复的 OK 那这个时候做完之后的话 假如说我想要再统计 的话就很简单的 所以你就 再利用这个资料插入 苏线分析表 按确定 那比如说我想要分析什么 像这边的话 我后面 如果我想要把它 做资料的分割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 按照他的什么 他的 类别 比如说品名 有多少品名 这么多品名 然后平均价格 比如说我想知道说 到底2019年台北市的市场里面 哪一种 蔬果 最贵 平均价格最高 OK 贵族的 那哪一个哪一种水果最便宜 整年度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品名拉到列 主要的 平均 元放在池 但是呢 记得把这个池 改成什么 蓝的 这个池的蓝位设定 记得把它改成平均值 因为是2015年的 那个水果的平均 平均单价 不是 加种的单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把它改为平均值 那最后的话再把这些格式 习惯上就是 再把它怎么样 把它的小数点拿掉 所以选取它之后常用把小数点拿掉 整数就好了 但是这样没有排序嘛 所以怎么办 再把游标放B4 然后做什么呢 资料 里面的 Z到A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水果里面最贵的是什么呢 小番茄 小番茄 印象中有这么贵吗 200多 莲物 蒜头 2019年就贵了 2020年应该更贵 小番茄 青葱 所以这几样应该是最贵的 所以这几 假设你要省钱的话 那就 可能避开这些吧 那如果你想要再省一点钱就可以 多吃这些东西 哪些是最便宜的 桶甘 胡萝卜 西瓜 凤梨 萝卜 洋葱 所以洋葱 相对1公斤54块 蛮便宜的 所以有时候 甚至 那个青葱柜的时候 那干脆就用洋葱来 取代一下 也是一个省钱的方式 OK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最后大家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将来 希望 知道一下那个 小番茄 在 各个市场卖的价钱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 还有一招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在那个 他的 平均价钱的上面点两下 他会自动帮你把他里面的详细资料 都打开来 小番茄 有没有发现 个别的 全部的资料 还有日期 还有等等的 这些全部都帮你列出来 甚至你可以再针对这个 小番茄 再做一次 枢纽分析表 你想说 这个小番茄在 各个市场的 价钱 有没有不一样 平均价钱 你可以再针对这个 所以有时候是要抓菜虫 对不对 你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菜虫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再去分析一下 到底呢 每个地方的价差 是不是非常的大 一样把它排序一下 资料里面的 Z到A 看一下 南门 卖到300 还南 卖到175 好像也有价差 但是差距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OK 甚至你也可以去找什么 找不只台北市的 可能中部南部的 果菜市场的公开 的那个 资料 那比对一下 就可以至少知道说 有没有菜虫 不然之前不是有个影片 一直在 讨论到底 有没有什么南北 菜虫 垄断 之类的 OK 那当然你可以从资料里面看到一些端倪 好那画面呢 再还给 各位一下 我把那个刚刚的重点回顾一下 第1个的话呢 我们是 做那个删除日期列的部分 第2个的话呢 我 把最后的结果做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把这个资料 做 枢纽分析表 那我是分析什么 如果说我想知道 哪些蔬果的平均单价 最高的话 比如说我想列出前五名 那你 就可以把品名怎么样 拉到那个什么 这个列 把平均 元公斤放到 值 记得这边再点一下 把它改成 平均值 你不能加总 加总就错了 OK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呢 去除小数点 取得整数 并且做资料里面的排序 马上就会有个资料出现了 那如果最后啦 当然如果你只希望留下前 五名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呢 再 利用这边有一个 值的筛选 前 前十项 把它改成前五项就可以了 按确定 前五项就出来了 甚至你可以再把这个 配合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图 帮我画个图吧 高高低低的 然后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 马上就可以出现说 那这个名称的话 是什么 前五名 价格 价格前五名 这个 OK 就这样 OK 反正就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并且呢 稍微再把它稍微调一下 甚至这边不要 不要这个好了 不要图里 就可以马上知道说 大概现在最贵的是什么 其次是什么 一个基本的简单的图 然后 好吧 画面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今天的话大概就是 把 上个礼拜的 这个 网路上抓取资料 再延伸 OK 那基本上目前我们还是抓csv档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慢慢我们还会再延伸 因为 网路上抓取的资料 最常用到是csv 所以我们花比较多时间 后面的话还有xml 还有json 甚至呢还有html 就是网页 那我们是先从简单开始讲 所以后面的话 有些东西 会越来 越困难 OK 所以难度会增加 那如果你 假如对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不熟悉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多多练习 包含就是什么呢 VBA的一些基本的程式撰写 另外的话还有枢纽分析表 今天多教了一个所谓的那个共用sub的部分 如果你对共用sub不熟悉的话 当然以后呢 你程式写 应该还是写得出来 就是说那个程式 会一堆重复的东西 一堆重复的东西看起来就觉得很 看来就觉得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对吧 像之前也有工程师 就不会改 他就一直同步贴 贴贴贴贴贴 哇天哪 可不可以run 像刚刚可以贴 可以贴七次 可以跑七次 问题 看了就觉得很讨厌 就会有那种什么 那种程式的洁癖 就会想说 给我改一下 不然你不要给我看到这个程式 不然我不想看你这个程式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 我都很不太喜欢看别人的程式 为什么看别人程式 你就会有莫名其妙就想要把它动手改一下那个 那个强烈 那个动 动力 所以 所以有时候你们的程式有时候 有时候看到 就忍不住就会想要讲一下 所以 尽量啦 我怎么写 你就尽量怎么写 另外的话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加个注解 当我有时候 我没有加注解就前后单引 前面加个单引号 后面打一些字 因为我们上课的关系 不可能把那个注解打得很详细 但以后如果你自己 想要 下一次看这个程式 你自己也可以看得懂的话 那我是蛮强烈的建议 你可以在这个程式的上方 每 不一定要组航啦 你可以就是习惯上 注解一下注解一下 那以后的话 你回头再看这个程式 你也比较看得懂 特别注意啊 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忘记 不好 不好记 但是很容易忘 所以 你一定要想个办法 如果下一次看到的话 你马上可以唤醒你的记忆 再来的话 也尽量善用云端 有没有 像你的写笔记 我觉得如果你 纸本的笔记 慢慢可以把它改个 改一个习惯 把它换到云端上 因为其实 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尽量还是五指化做 因为现在还是大家习惯用云端的方式 在分享一些知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假设你对于云端 使用的习惯 还不是 那么 就是那么习惯用云端的同学 我是还蛮强烈建议 这个习惯可以慢慢在修改 如果你希望你以后能够 在作业上面能够更流畅的话 可以慢慢改成用云端在作业 为什么 现在基本上所有东西 通通大家分享资料 都是用云端 如果你的东西都要云端的话 你要找资料也方便 而且 云端这个资料 除了在电脑上可以找得到 你手机 你出门在外 你只要打开手机 你要什么资料 马上可以看到 所以有时候 像我的云端 我在外面 我即便要看 我马上可以打开 我的data 马上什么东西 我要抓什么资料 马上一打开 我手机 就可以完全控制了 OK 所以 控云端的好处 你将来找也比较好找 OK真的差很多 不然你写笔记说真的啦 你写完之后 那本子到时候丢哪里 你找不到你就觉得头大 而且 那个笔记上面 有些地方还不能复制贴上 有没有 但是 你用云端的话 你可以copy贴 有没有 再来改 copy贴 所以我云端上有个固定的范本 有没有 我就把范本弄好 然后我将来要放什么东西 我就把 有没有 像我每一个云端上面的云端白板 基本上都有共通的那个格式 就是因为我已经格式弄好 我只要 把那个框架 都上去 我就放个图 需要连结 我就放个连结 需要程式 我就放个程式 需要写一点东西 我就写一点东西 有没有 这样的话 累积 累积我的姿势 其实也蛮好的 我可以不用一次写的很完善 但是我可以慢慢慢慢 慢慢让它更完善 OK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种 整理资料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观念 我是建议你还是 可以稍微修改一下你的习惯 那你会发现 你会在职场上面就存活的会非常好 因为你什么东西 都是跟在 时代的潮流 你就不会 不会被人家挑毛病 对OK 那剩下的时间的话 给各位试试看 把这部分再试着完成 那底下的话呢 还有枢纽分析表 可以自动 全部 在 报表里面再做报表 特别注意 枢纽分析表还蛮方便的 就是说 你可以先找到那一类 比如说你要找那个小番茄 小番茄可以再去做 小番茄的这个报表资料 个别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可以再把它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底下 我还有在 讲到有关 这个有关金融方面的 就是 盘后 这个资讯 这个个股 就是 个股的日成交资讯 那这个部分的话在 也是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也有了 那问题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把它整个抓下来的话 其实也是直接可以拿前面的 程式来稍微修改一下就OK 只是说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 他这个资料是UTF8的 跟微软的编码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抓下来 看到是乱码的话 那你不要惊讶 因为他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改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后面还有所谓的 XML格式 这陆陆续续呢 我们再来说明 所以我们 这个课程基本上 会先从简单的CSV XML 然后一直往下 再做说明 OK OK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